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號1月29號 然後下午3點鐘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是先鋒服 那先鋒服呢我的小號代幣 這個高階的那個幣已經滿超過50萬了 那等一下我們來算一下看這個高階幣夠不夠 那另外呢現在這個活動啊 英雄駐戰的活動已經結束了 那同時今天也是這個先鋒服炎武試煉打 打徽章的最後一天 所以說這個不要忘記打 然後那個如果說有課金的話 接下來還有兩天的時間可以讓你課金 所以大概的活動流程是這個樣子 那基本上兌換的角色 大概之前也都介紹過 這個雙子沒有神話都選神話 好那這是炎武試煉的部分 那英雄駐戰沒有了 所以說他這個活動我覺得他是 可能是不定期開還是怎麼樣 那可以用7天真的很方便 結果 我還是沒有沒有空推圖 但是沒關係 因為現在其實推圖我覺得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這個等級 為什麼是等級呢 因為現在有這個 急遇夢境啊 然後先鋒服人人人人人比較少 所以說這個等級 只要300級就可以到這個急遇夢境 那像我現在 我不知道是最後一名 我們看一下 這個在傳奇面有425人 然後 我還不是最後一名 425加50應該是475 有人分數比我還低 我已經覺得我的分數已經夠低 這個一分的傳奇 我在這個地方 其實傷害是零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播放的紀錄 好這是一個紫色的這個半神 奇怪啊這個這個應該我的分數應該算很低了吧 好那總總而言之一分的傳奇 所以我的先鋒服應該 應該可以解脫了 我只要 我只要保持我的等級可以在這個急遇夢境就好 一分的傳奇真的是超爽的 你看 結算之後就可以獲得 現在是因為是雙重夢境嘛 結算可以獲得 1012的這個 那個波爾幣 然後還有這個 215的這個 星塵我覺得已經非常滿意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正式服 正式服現在也是一樣的 那個怪誕魔術師基本上你玩了 像我先 可是先鋒服不好做比較 先鋒服我也玩了一年 然後正式服玩了一年半 但是正式服呢 除了我是VIP15之外呢 前期我都有剋這個粉塵禮包 那所以說呢這一次 正式服的話 他的等級是在397 那我現在目前等級是在420 多了大概快30級啦 所以我覺得 主號沒有什麼問題喔 然後你看 這邊還卡那麼多人喔 快卡了3000人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來打一下吧 怪誕魔術師 那我們就用先鋒服的方式打 先鋒服的方式是什麼 看一下 有哪些角色上去比較搞笑的勒 好像只有半神惡魔才可以紫色上 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雷神 好奇怪喔 我有雷神啊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廠商不能使用雷神 真的好奇怪喔 對啊 為什麼怪誕魔術師不能使用雷神 我來看一下 對啊我有金色的雷神啊 是不是等級不夠啊 我沒有放到那個水晶裡面去 有這個限制喔 好我試試看喔 雷神進來 不過我應該是放佐拉絲吧 好沒關係我試試看喔 應該是這個原因啦 那我覺得巴登應該不會用 巴登我先放下去好了 我有 我有誰跟巴登共鳴嗎 應該是沒有吧 這樣一個一個點很麻煩喔 但是我應該都是跟五星的共鳴嗎 我的巴登也沒有 也沒有五星啊 巴登真的很少用喔 好先下來後冷卻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是跟這個等級有關係 可能是要放到共鳴水晶的才可以上場吧 好這樣子 來 跳進去 咻 好死掉了OK Yeah 傳奇喔 3016名 好超開心的 那我如果說維持在3000名呢 也沒有維持啦 就一定是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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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層 可以獲得普爾幣 哇好多喔 1290然後星辰300% 很久沒有那麼高了 好那這個是 極力夢境的部分 那先鋒服啊 因為說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高階幣已經滿了 那高階幣滿了 還好這個高階幣滿的話 他的上限是50萬喔 那我現在就要算算說我的高階幣到底可不可以換 不然這個 你看這個高階競技場 然後角鬥士的這個硬幣啊 滿滿的不能領還是還是很難過這樣子 已經上限了 那我們就來算算看吧 要算算看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兌換 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換 佩魯索娜5的兩隻角色 好我們點這個開始兌換 那我們可以看到 是21天後開始兌換 所以說21天往回挪7天 也就是說再過14天呢 你的那些存在信件中的幣 可以留到這個兌換期間 開始使用 那我們就簡單算一下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這是我 這是我簡單做的一個計算 這個377H乘以24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看一下我的先鋒服的這個 這個高階競技場的這個進度 我現在這個排名呢 先不要管 我們就注意看上面這個 也就是說 377 一小時獲得377的幣嘛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377乘以24小時 一天24小時 也就是說我一天可以獲得 9048的那個高階幣 那再過21天後可以開始兌換 Persona 5的這個角色 這是先鋒服 然後21-7是14天 也就是說我再過14天 這個存在 存到信件裡面的這個高階幣 就可以等到兌換日 但是呢 反過來說 我如果說現在都不使用這個高階幣的話 那我這個14天之內的高階幣 就全部都會浪費掉 所以14天乘以9048是126672 那如果說我現在 我現在花了25萬 那再過14天我會有多少幣呢 就是我現在是50萬滿嘛 減掉25萬 再加上 再過14天的 的那個數量 126672 所以我會有376672 那雖然說呢 我在過14天的時候呢 我會有37萬多的這個高階幣 雖然說是沒有滿啦 但是呢 其實我原先預估的這個這個兌換方式是 每一隻角色高階幣都換到滿嘛 那一個 一個虛空萊克高階幣可以換15顆 那一顆是13333 1333 所以大概是一個虛空英雄需要20萬的高階幣 那我再過14天雖然說我不會 存滿50萬但是再過個幾天我很快就可以存到40萬了 所以我這樣子算了我的高階幣應該是夠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花一個25萬選一個半神跟惡魔 那一般來說應該都是選埃茲啦 但是呢 因為我是先鋒服的小號嘛 所以說我考慮到這個 團隊員真的部分呢 那個阿塔利亞又是遊俠 所以 我覺得 我還是換一個指家的 指家的遊俠好了 因為這樣子 團隊員真的不管怎麼改 那個我的小號 都是選擇這個遊俠隊 幫忙開開路啊 親親小兵啊之類的 好那所以說這個我就決定 買一隻阿塔利亞 好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很久沒有這個 有那個充裕的那個高階幣 可以買一次那個半神惡魔 好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的阿塔利亞就可以升到指家 終於可以升到指家了 好那所以說這個高階幣的運用啊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終於可以領出來了 不然這個 有幣不能用 然後還要流到浪費 真的是覺得看得是有些難過 好那所以說呢這個 先鋒斧的這個兌換的 的這個計算大概是到這邊 所以我覺得阿這次 兌換這個培圖送拿五 應該不是什麼問題喔 如果說有玩 就是說有玩一陣子的話 再加上前面的那兩次的那個超大那個禮包 禮包嘛 我覺得應該是問題不大 因為你看我的那個 這個什麼淺散英靈幣已經到6萬多了 那我原先的規劃是這個樣子 就是英靈幣5顆 2萬 然後這個公會幣 其實我都一直在亂畫 因為公會幣絕對夠的 然後公會幣10個是4萬 一隻角色 然後高階幣滿是15個 大概是1999就差不多是20萬 然後那個 這個什麼 迷宮幣是一個角色30顆就是12萬 所以說應該我覺得 等到那個兌換當天先鋒斧的角色應該是立刻就可以兩隻換完了 跟上次一樣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今天再見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